而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秘書長金普聰 今天還大動作 向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下站帖 表示願意主動拜訪 協調五都辯論的事情 不過吳乃仁說 他是先從媒體得知 接著秘書才接到金普聰的秘書致電 讓他覺得不太有禮貌 而國民黨根本就是要宣傳作秀 也認為雙方各有堅持 見面恐怕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大動作開記者會 金普聰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向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下站帖 希望由我本人如果可以的話 能夠親自去拜訪吳乃仁秘書長 請吳乃仁秘書長跟我 能夠面對面代表雙方陣營 做下來好好協商 有關於五都直轄市選舉辯論的事宜 我先接到媒體朋友的電話 問我這件事情 隨後我的秘書也接到金先生的秘書的電話 這樣的順序讓我感覺到金先生不太有禮貌 我的理解是這是一個宣傳作秀的動作 並不是真心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的秘書就跟他的秘書通常沒有必要 我的秘書通常不會這樣回答 我們做事情是很有禮貌的 兩個當事人連電話都沒通上 更別說要喬五都辯論了 只要解決這個問題很容易 我們就按照原初的雙方的共識 單純公正的方式來辯論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不要說後來再去推翻前面的共識 這事情老早就慘了 上一次協商之所以沒有達成共識是在有關媒體 這個能否參與的問題 民進黨如果堅持不肯這個媒體參與 我們希望他能夠公開給予一個說明跟理由 如果他的理由正當性足夠能夠為大眾所接受的話 我們也不堅持 我們確實是對其他人參與的公正性 我們有疑慮 如果他還是這樣的態度 我想見面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國民兩黨各自堅持 吳南人最後一口回絕國民黨的邀請 還沒成行的吳京慧 短短幾個小時就宣告破局 五都辯論也只起死回生了幾個小時 日式新聞綜合報導